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选举期间大量的加班 我们看这个图就很清楚 在选举期间呢 他们要求理想顾问公司 要求员工进修 我们知道劳基法有规定 能够连续工作的天数最多就是六天 也就是说最多七天要休 最少七天要休一天 他们大概有一到两个 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完全进修的 那除此之外 他们还没有给这个期间的加班费 因为罗小姐她不只是在选举期间 她在平常的时候 她的工作状况就已经是这个样子 你看她可能 这个是正常上班的时间是 九点大概到晚上七点之类的 可是她经常性的 加班到 加班到十一点 加班到这个是半夜两点 然后周末不仅工作 还工作到快要半夜的时候 这个是为了 这个很明显 这是为了连胜文的选举的事情 所以就是周末不仅要工作 还加班到半夜的时候 为什么罗小姐会被公司 激欠大概二十万的加班费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的劳动条件 他们的工时一直非常的不正常 我们今天来这边 我们就希望 第一个是希望 劳工只能够有更加主动积极的行为 那这个部分我们希望可能 是用劳机法第四条的限期给付 或者是再用其他方式 去给资方施加一些压力 四月份的时候 就针对事业单位进行劳动检查 那检查结果来说的话呢 就事业单位有的 包含没有被出行记录 那还有包含其他 四项违反劳动基础法的部分 我们以那六月进行采取的动作 二十七条限期给付的部分的话 它的原则上必须要是 在金额非常明确的情况之下 那如果说今天 在基签的工资 或者说所谓的基签的加班费 的部分是有个非常具体 而且明确的金额的话 那我们才能够依据这样的方式 去做限期几步的意思 这间公司是在做 连胜文的选举期间的 它主要业务 还有这四位里面 最少有其中三位 最主要业务 就是在做去年年底的 连胜文的台北市市场选举 那其实我们希望说 连胜文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他在选举的时候 他有提出相关的 劳工相关的政策 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未来 慎选他的厂商 合作厂商的时候 能够更小心谨慎 不要选到像理想部分公司这种 会恶意激欠他人加班费的公司 那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呢 其实除了帮助罗小姐这位个案之外 我们也希望针对制度性的通案 能够有一些改进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台北市劳动局做了 对理想公司做劳动检查之后呢 已经确认理想公司违法的情况 但是明明劳动局都已经确认是违法的 为什么我们的劳工 还要在今天来到这边 召开一个记者会要求他的加班费 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政府 其实还不够的主动不够的积极 未来在受理类似的案件 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 就应该更主动的往前进一步 来让我们的劳工的权利能够 确实的受到保障